哈囉大家好 大概在一年前我在實踐大學 就是這裡跟Mira拍了一個小小的Vlog 那當時很多人看完影片之後 就有一個印象 我是實踐大學的學生 我其實很開心大家有這個印象 可是其實那個影片就是我退學前的最後一個Vlog 那之後我就已經轉學轉到世新大學了 OK那這時候你們就會問 標題寫我又轉學了 我在二次轉學 我現在呢到底在哪裡呢 我現在還是在世新大學 但是我之前是口成系 我這個俗上又考了轉學考去了廣間系 我就想跟你們稍微說明一下 順便呢其實實踐大學的大一時光 也發生了很多很值得跟你們講的小故事 所以呢今天呢就是特地帶大家來案發現場 那我們就邊走邊說吧 我第一個要去的地方是宿舍 然後現在居然開始下雨 大一進來的時候是在媒體傳達設計系 然後那個系呢有兩個組 一個是動畫組 我在動畫組 第二班呢就是 媒體 多媒體 啊我忘了 總之就是做以前有的沒的很可愛的就是沒有規矩的創作 我非常珍惜能夠進來 因為我準備住 今天準備超久的 所以我一個人踏進這個校園 看到這個美景的時候我真的是 無敵感恩 我身後呢這兩棟就是女生宿舍 實踐呢是沒有男生宿舍的 然後呢我因為好像是巧生或是什麼 我是住在比較舊比較不好住的女二叔 女一不曉得是留給誰的 總之不是我住的 十屆的二叔呢一個房間會睡六個人 當時我的房間呢就我還有另外兩個也是香港來的大義新生 三個學姊 他們是金門還有馬來西亞的學姊 我沒記錯的話 開學的時候呢我有跟學姊去吃早餐 我就覺得我的宿舍生活應該會是順利的 畢竟我以前在家裡住的時候都不會給我家人帶來任何的煩惱 都是我姊 都是我姊 可是我真的沒想到跟女生同住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好了各位我現在可以船進去了 因為我發現有粉絲人在等我 我要進他們的房間給你們看一下裡面 其實你們已經看過了上一個影片 走吧走吧 哇哇哇哇哇哇我船進來了 哇等一下 他真的翻新了耶 我以前是住鐵櫃的 為什麼現在是木那麼好 總之呢 他現在窗的這個位置 那時候就是學姊霸佔了 然後我把一切想得太簡單了 突然到某一天 睡到這邊的那個學姊 他都在床上 然後我就在下面嘛 在最門口的下面 他從這個房間的對角線開始開罵 我忘記他罵的內容是什麼 好像是說我早上的鬧中有吵醒他們 反正他的語氣呢就是一個 像是女生忍耐了很久 然後我終於要發脾氣來跟你講這個了 的一個語氣 他罵的時候我就在那邊忍著 我就想說這些改變我不是不能做啊 你一早就是跟我討論的話 然後我就可以調整 可是他就突然間 當著房間的所有人 開始這樣講 然後他最後呢 再補一句 你現在有什麼要說 快點說 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可是你知道我就是不會吵架的人 所以我當下就是沉默了 然後我就 扔了 我就 我就覺得 反正就是生活習慣不一樣 不一樣不是說就是我一定是不對吧 但是可能他們五個都這樣子吧 然後多數是對的 小數是錯的 在那開始呢 就是房間那五個人做的所有活動呢 都不會參與我 像是他們有一個晚上呢 就是慶祝某人的生日 當時大概十二點左右 我就想要睡 因為我真的很想早起去做運動 然後去設計器幹嘛的 他們一點鐘開門 帶著蛋糕 然後就是Happy Birthday 但是我在床上 我很想睡 這樣的事情 差不多的東西有發生類似的 像是有一個學姐在我旁邊 她都會睡到中午 然後如果睡到中午 我又發出聲音的話 就是我不對 那個氣氛是慢慢的凝固 然後導致我後來呢 就去了工作室睡覺 我進到這個房間 基本上是不能正常的想東西 我當時呢 終於明白人為什麼會犯罪了 但還好我們之後就下個學期 我就換了房間 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跟他們去 疏解這個 紅溝了 那我就換到了一個 五個都是大陸的同學的房間 我真的想說他們對我超級好耶 我們還一起去旅行 一個天一個地我都體驗了 然後後來就因為拍片 我還是搬出去了 總結來講呢 我就希望大家如果是大一開學的話 記得要跟你房間比較大的人 就是好好的熟悉他們的習慣 因為你比較小 你懂嗎 這個很現實 你這個真的很現實 就這樣 我要從我的小粉絲房間離開了 他們好可愛喔 我覺得真的替他們開心 因為很多東西都翻新了 然後也是規則都翻新了 不會再跟一些比較麻煩的大三大四一起住 大家都是大一 這實在是太好了 這個草原呢 就是我以前跑步的地方 在晚上呢會看到猩猩 因為猩猩我覺得在香港是比較難看到 當時我就覺得 Oh gosh 我再來到台灣了 有這種感慨還有非常幸福的感覺 我的工作室呢就在這裡 沒錯就是這個外露的陽台 我們現在就上去 史前的觀眾認不認得這裡 我那時候超級慘 我就是搬了三個白色的木板架在這裡 當我的影片背景我就在這裡拍片了 好慘喔當時真的天啊 這邊就是我睡在工作室醒來 每天腳上對著太陽還有對著日出 去想今天的目標的地方 當時我還是撐過來了 我覺得女生那些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在設計器好好的成長 哈哈哈哈 沒有啦還是很慘 這邊呢就是大一的工作室 為什麼要拍那麼低的角度呢 因為我就是躺這裡睡覺 這裡是不是很多通道 我睡工作室的日子就是把睡袋攤在這裡 然後呢我就會看到那些通道 要老鼠一家人經過 所以後來我就變成班上的補鼠女王 我會買補鼠器啊 然後各種新的東西去抓老鼠 抓到小老鼠的時候我覺得牠很可愛 然後教授就教訓我們說 你們都視覺動物喔都沒有看到牠很髒 很多細菌 所以後來還是把牠們放到後面國防部的山跟草那邊去了 不曉得牠們死了沒 其實大老鼠還真的是蠻可怕的 因為你會在這些層家放你的東西嘛 然後老鼠呢就會把你的櫃啊什麼東西直接咬破 然後在裡面拉死 我覺得我大一的時候選擇待在工作室 而不是回宿舍不是沒有理由 因為你看這麼大 其實全部都是我們這個系所有同學的位置 有時候我們晚上呢就會待在一起去想東西交流 就是交換故事 像是呢我還記得在這個位置 我曾經在一個晚上跟兩三個男生一起唱歌聊天 其中一個呢變成很厲害的影像製作人是MV的導演 然後有一個呢跟大家介紹快點追蹤起來 我們很可愛的Tankpink幼年rapper 你稱讚我唱歌很好聽我還記得非常的感謝 我也祝你快點粉絲千萬 整個area呢就是我們上畫畫課 曲老師的繪畫課的地方 你們看到的這些椅子喔 學習初開始的時候呢就會請來一些奴侶奴奴人 這邊買hose 然後我們就是快速的把人像鼠描下來 所以你問我對於性喔或是對於軒體的那些感官 其實我個人是很藝術的 哎呀裸體很美喔 我都看慣了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可是我也曾經在這個平圖的點 就是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給老師跟同學一起點評 叫平圖的時候 曾經被這個系最大的老大狠狠地批評了一頓 就是我非常偶心力學去做我內心的感情表達的一個作品 被他這樣批評 我其實真的是留下了陰影 唉這真的是有點超越教學我覺得 後來這個陰影導致了我後來發胖 還有憂鬱的一些原因 我們的戲呢壓力雖然很大 可是老師呢超級疼我們的 這個又有一個陽台了 這個香角陽台呢 就是我們烤牛排的地方 那時候老師真的很疼我耶 他都說我小可愛 哈哈哈 你們看到那些螺絲的零件我當時也要畫 可是我在做這個作業的期間 我的那個第一個講台灣生活的影片 開始在FB爆紅 我不曉得有沒有百萬的流量 我壓力超大 因為我沒有經歷過 我就覺得 如果我不做一些什麼東西 去接這個trend的話 就會錯過 但我又沒有努力 我又沒有辦法想到 到底我要做什麼 加上當時好像是 剛接了第一兩個業配 我真是沒經驗 所以當時呢我看著自己的那個大的零件的話 看著那個小零件 這樣子看 看著看著 我就這樣子蹲下來 然後崩潰然後哭 我想說我人生花時間在素描那個東西 究竟是為了什麼 如果我之後是要拍片的話 那這樣子崩潰了一下之後 我就想了 我是不是應該轉學 就離開設計系這樣子 覺得最後我決定要離開了 當時最後一個畫畫的作用 我真的是很隨便的 沒有怎麼再畫 那我就拿著那個很糟糕的作品 給菊老師 還有另外一個老師看 我內心是知道自己已經死定 因為那個東西根本就沒有達到水準 我根本就沒有用心 他們一看就看得出來 然後菊老師在問我 我是不是因為盲頻道 他說他有看我的影片 然後還稱讚我某一些創意跟表演非常的好 然後他就開始轉移話題 問我 是不是之後有一個綜藝節目要上啊 開始跟我說 啊綜藝的話 你的妝藥比較濃 然後你可以搶答 然後就跟我說 如果我真的是時間去用來做這些東西 還比較有意義的話 就不要讓我在這裡畫著畫著 就讓我過吧 就讓我拿到這個課的分吧 他跟另外一個老師說 然後他們最後怎麼平分呢 就叫我把畫反過來 就這樣盲評給了我 不曉得八十分還是多少 所以我 你問我最後我走 就是我離開這個戲 我是不是真的想 我再一次去找回我大一的同學 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我有問 其實我離開這個決定是對的 還是值得後悔的 還好他說是正確的 因為的確大二大三大四都會非常的忙 那基本上我去繼續創作 可是並不是在這個戲 這並沒有問題 所以後來我就去了試行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會離開的原因 那我去口傳系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就是用以前高中學霸的讀書能力 去應付一個普通的大學學系 那個時間可能會比較省 但我後來發現我真的是算錯了 我發現呢 我要回去 要讀書又創作 這個狀態切換是非常花時間 而且我也沒有辦法handle的很好 所以呢 我這個暑假 我又轉去世新的廣電系 那這樣子我在讀書 也是創作 我做影片也是創作 我的人生應該就可以整體一個狀態 很一致的順順的過下去 所以呢 我距離畢業還有三年 畢業無期 結婚也無期了 大家慢慢等一下 好 講到這裡呢 我三個店都快要沒店了 所以我要end了 其實還有一些故事 好了算了算了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呢 可以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還可以祝福我新的學期 不會被排擠 不會上低卡 大家手下留情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學生 不要要求太高 真的我現在跪著在鞠躬 好啦 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發現呢 我露了一個東西沒有跟你們講 世心廣電就是廣播電視跟電影三個組 那我要進的呢就是廣播組 因為呢我不想花錢拍影片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真的要自己燒錢拍電影跟電視 我才不要呢 還有呢 我相信呢 我廣播組畢業之後的三年呢 我的聲音呢 會變得非常的好聽 你們等著抄吧 喔 我很認真啊 我很認真啊 我會 就是我會有各種好聽的聲音 好啊 好啊 好啊